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讲几单案子 其中一个案子是陈楚的是一位中共体制内的高官 还有其他几单案子都是陈楚的普通的老百姓 那这几单案子呢,为什么我们要今天拿出来讲呢 中国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案子 这几单案子它特殊之处就是 它能够从中我们看出来习近平当局在走向文革 向左转的这个大路上面又迈进了一步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先讲这个关于中共体制内高官的这一段案子 这个高官名字叫做刘世瑜 他是中国前证监会主席 证监会是管理中国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证监会主席就是资本市场的最高的管理者 这方面最大的官员 刘世瑜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就被从这个证监会主席上面撤下来了 然后把他调到了供销合作总社里面当主任 虽然都是部级单位,好像是平调 但是呢,证监会主席的这个位置 他的影响力,他的权力那要大得多 供销合作社呢,这是一个看似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位置 虽然是正部级啊,但是呢,他是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体系的这个影响啊小得多 所以虽然是平调,但是实际上呢,是贬义啊,是这个这个降级了 那么刘世瑜一到了这个供销合作总社这么一平调呢 他自己就知道大事不妙 所以这个人非常聪明,马上就去自首 那查了这么好几个月,查到现在终于有结果了 那昨天呢,就公布了这个刘世瑜的这个处罚的决定 不是刑事案件,这是一个党内纪律处分的这个案件 第一个呢,是说他呀在当证监会主席期间呢 这个利用职权安排私人进入金融领域,并且予以提拔 这个私人呢,就是他可能认识的一些亲戚朋友 他把他们安排到金融领域里面去工作了 有些人可能还跟他提了一点干,这是一个罪名 那么第二个罪名呢,就是收受礼品礼金 任何人,中国人不要说当那么大的官了啊 普通的人都会收受礼品礼金,就是多少而已 但是这个文件上面没有说他收了多少,我估计呢不多 如果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你收到几万块钱的这个礼金呢 那一个官员他就是受贿了 那如果是这个上级整个的这个中纪委这个体系想整这个人 那你收到几万块钱就足够坐牢了 不想整理,你收个几亿几十亿也没有关系 像那些太子党家族的,那又收到几千亿了他都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人这个刘世瑜看起来是收得非常少 达不到刑法处罚的最低标准 他这个位置啊,那是一个肥缺 他是掌管整个中国市场的最高的一个资本市场的最高的官员 所有的那些上市公司,所有的那些股市的那些大庄家 那都是要有事求着他的,他要是想贪污 那贪污个几十亿几百亿啊,那是轻而易举 所以说看起来,刘世瑜这个人呢 是中共体制内非常难得的,屈指可数的,凤毛麟角的一个好清官 但是呢,这个好清官这次啊,他倒霉了,要查他 那为什么,那前面说的这两个罪名呢 那都是非常小的,几乎是中国人人都在做的 不要说当官了,没当官的人都会去做的 那为什么要处罚他呢?真正的理由是在后面两条 那第一条呢,就是叫忘记初心使命 就是说呢,忘记了,共产党的任务是干什么 那就是帮助党,帮助党的领袖继续执政继续掌握权力 这就是他们的初心使命 其他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事情呢 我们就根本就不需要理他了 就是说到底没有忠于习近平 那第二个罪名呢,就是发表不当言论 不当言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妄议中央 那这个文件里面,没有说他到底发表了哪些言论 因为中纪委的处罚呀,他不需要对全社会公布的 那后来呢,就有一些内部消息透露出来 说是他在证监会主席上任之后啊 发表了一些对习近平不敬的言论 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股票市场啊 在2014年15年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大的流市 然后呢出现了一个大的股灾,变成了熊市 那在2014年15年的时候啊,股市突然一下子啊 就猛涨啊,很多资金入市,很多股民炒股,一片欣欣向荣 到2015年大概是七八月份的时候 现在记不清楚了啊,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牛市,发生了大股灾 刘世瑜的前任叫做肖刚,就是因为这次股灾里面呢 他要负责任,所以被啊这个撤职了 然后呢,刘世瑜才接着上任,上任了之后 估计是啊,调查了一下,了解了一下 知道这个股灾发生的原因 然后啊,他就发了一些评论 不是在公众场合,不是发写正式的文章来发表评论 而是啊,在可能是开小会的时候 或者是啊,一些这个官员 或者是跟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些老总 跟他们呢,在聚会的时候 说了一些话,对习近平不利 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习近平 他本来是想啊,在中国制造一个牛市 但是呢,他想制造的是慢牛 就是慢慢的往上涨的这种牛市 结果最后啊,制造出一个风流 就是2015年呢,那个时候股票疯涨 那就是一头风流 所以说他是在背后议论 最高领导人呢,对于金融市场 对于资本市场,瞎指挥,管理无能 最后导致了这个股灾 所以他发表了这么一通言论 可能这通言论呢,在当时是在小范围里面传播 那后来的这几年呢 慢慢的这个消息啊,就越扩越大 最后就传到最高领导人 或者是最高领导人亲信的耳中了 就说明了,这个人靠不住 对于习近平不够忠心 那妄计初心使命,发表不当言论 妄议中央,所以说得把他给撤职了 得把他给啊,惩办了 所以这就是啊,这一档案子的它的由来 那这档案子它特殊在哪里呢? 习近平过去啊,他要惩罚人 即使是像柏令周徐这么高阶的这些官员 这么这个影响大的这些案子 他从来不用政治上的理由 所有的惩办他们的理由都是经济上的 都说他们有贪腐 而且确实是中共的官员个个都贪腐 那么这一次呢,他惩罚这个刘士宇不用贪腐了 直接用政治上的罪名,直接用政治上的罪名 这个在过去这几年几乎是没有出现过的 这可能算是中共体制内的自从习近平执政以后 第一单政治罪 那当然了,最后没有把他用刑事法律来处罚他 只是在党内给他处罚,是留党查看两年 然后呢,撤销一切的政务上的职务 最后呢,让他去做研究 保留了一个一级调研员的这样的一个小职位 从一个部级官员,一下子可以说在党内是一杆子打到底了 最后只是给了他一点点,留了一点点的生机 叫留党查看两年,他在政治上的前途那是完全没有了 算是一个能干的一个清年的官员 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几句话,就被打到了谷底 这就是说明了,现在习近平政权 现在他可能在党内在做一种试探 要搞文革,你仅仅靠反贪腐,这个是不够的 尤其是过去这几年,习近平的一些政敌在贪腐上面 是收缩了很多,不敢像过去一样大肆的贪腐了 那么他要想继续来威慑这些人,来打击这些人 靠贪腐的这种理由,可能威慑力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那么他就要用新的理由,用政治上的理由来打 文革时期要打一个人,全部都是用政治上的理由 这个用政治上的理由比找贪腐证据还要容易的多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只要把政治理由一用起来 想打谁就能够打谁 现在对于这个刘士怡的处罚,那现在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我相信这一小步这是一个试探性的 如果是党内没有激烈的反弹,如果是舆论没有激烈的反弹 那么下一步就可能不仅仅是留党查看了 下一个人受到这种处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直接就关进大牢了 下一步可能就是要用刑事罪名来处罚这个人了 所以现在这是第一步 还有几大案子都是针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处罚 在十一过后,在中国好几个地方同时抓捕了一些网民 因为他们在十一期间发表了一些和国庆节的热烈气氛 不相容的言论,比如说在山东日照就有一个男子 大概是二三十岁的一个男子 网民他就在网上说 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庆节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兴奋 比他妈他说,比他妈过生日还要高兴 告诉你们祖国没有养你,养你的是你妈 这个言论呢,我是觉得说的非常的精彩 真是一针见血 但是呢,这个言论很快就被王锦发现了 很快山东日照的公安机关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给他行政拘留十天的这种处罚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江苏数千 还有另外一个网民 他看见这个大阅兵了,就写了几句评论 这个评论说的非常的经典 他说文明国家是把机器人变成军人 流氓国家是把军人变成机器人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精炼 可以说今后大家来评论这些独裁国家 这些专制政权他们喜欢搞大阅兵嘛 都喜欢大阅兵嘛 你像希特勒、金山胖、斯大林到现在的 习近平都喜欢搞大阅兵 将来评论他们的时候 这两句这个金句一定要以用 所以说呢,我们虽然要抗议数千的公安机关 把那位老兄那位网民抓起来 也是关了他十天 但是呢,我们也要感谢他们 把这么好的金句向全社会 向全世界来推广 今后评论这个独裁国家的、专制国家的大阅兵 大家都引用这两句就好了 还有呢,就是湖南长沙的 有一位叫樊君毅的这个民运人士 他也是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 现在这个言论我记不清楚了 也被抓了,关了十天 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大家都是知道的 一直以来就是如此 从中共篡夺政权以来啊 中国就没有过言论自由 那有什么好评的呢? 这一次抓这几个人 因为他们的言论来抓他们 为什么我会说是展示了一个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新动向 在2011年1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微博上面的这个观察这个活动啊 是比较多的 那个时候啊 公安部他出了一个内部的文件 说现在在网上每天呢 在这个讽刺挖苦批判中国这个领导人的和这个中共体制的有八万人 有八万人 那我呢 一看见这个消息 后来呢 就直接的就去到微博上面去寻找 去这个探究果真是如此 所以说当时非常的兴奋 那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小圈子策略啊 就是讲从这个现象入手的 因为啊 我过去在国内的时候要找民主同道 那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啊 那是非常的少 要找一个同道啊 要从北京坐火车跑到广州啊 跑到湖南跑到湖北 所以说非常的辛苦 后来呢 我看见这个文件 我说如果是在网上天天发表言论的 有这么多的人 那民主同道不就是遍及全国到处都有吗 所以说我就去一查 在微博上面呢 果然是如此 你只要把它输入啊 这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民主啊 憲政啊 自由啊 然后你在输入那个地方 那就一长串的 比如说广州啊 或者武汉 那一长串的这些啊 微博的博主啊 他的这个名称就列出来了 然后看看他们的微博里面的这些言论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这个大致的这个政治倾向 甚至是可以看见他们的这个个人的性格思路的这个脉络 所以按图所记就可以很容易啊 就找到这些民主同道 同时那些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发表这些言论呢 他是不用担心呢 去受到行政这个处罚 受到行政拘留 这样的待遇的 因为那个时候啊 环境还是相对的宽松 那有些人他们只是谈论理念的 基本上没有问题 你只要不公开的说打倒共产党 基本上没有问题 你只要不公开的后召行动 基本上没有问题 所以说公安部那个时候啊 说是八万人 那后来到了大概一三年啊 一四年的时候 那个人数啊 那就是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那个时候在网上发表这样的 纯粹表达自己这个政治观点 没有啊 直接针对中共体制 针对中共的领导人来进行批判的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最多呢 也只是喝个茶 那到了16年17年这个时候啊 对于言论权力的这个压力啊 就逐步的在增大 但是呢 也只是停止于这个喝茶 约谈警告的这种范围 这次十一啊 算是迈出了新的一步 专制政权迈出了新的一步 用行政处罚的手段 来这个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了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尤其是啊 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 我们身处在相对于安全的 有言论自由的这样的地方 一定要对习近平政权的 这种倒心逆势啊 要做出强烈的批判 猛烈的舆论上的回击 否则呢 他会认为 现在既然啊 我可以走到这一步 那么是不是我还可以把这个 透在言论权力 言论自由的 这个脖子上的这个绳索 再把它拉紧一点 那这一次是行政处罚十天 下一次 是不是可以行政拘留 三十七天 再下一次 是不是再可以跟他判刑半年 一年 这么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中国的言论权力啊 就会被完全的扼杀 就会完全的回到文革的时代 那么最后可能有一天呢 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 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 对他们表达一点点不满 最后可能就被拉出去枪毙 那在文革期间发生过无数这样的惨剧 都是从啊 刚刚开始的那个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压制言论自由开始的 现在习近平也开始了这个举动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尤其是海外的华人 我们现在呀 享有言论自由 我们现在有在相对的安全的地方 一定要代表国内的那些被压制的那些同道 代表国内的那十几亿民众要替他们发声 当然了国内的朋友 尤其是自由派的那些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一定要 虽然大家冒着一些风险 但是一定要站出来 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说到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啊 其中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 大家都很尊重的 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贺卫芳 他呢也是为言论自由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同时呢 现在也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中共不敢直接呢 对他下毒手 因为他的这个名气 他的影响力太大了 那么呢 现在中共啊 把他的弟弟给抓起来了 因为他弟弟在几个月之前 曾经发表了在网上面啊 在这个微信里面 发表了一个这个ISIS 这个行刑的 这个砍人头的这样的一个录像 当然他不是在鼓吹说要搞恐怖主义 而是在用此这个视频来讽刺中共 来讽刺中国现状的 实际上他是用这个视频来反对恐怖主义的 来反对专制集权的 但是中共啊现在以此为借口把他抓起来 说他散布恐怖的这个信息 为什么要抓他呢 相装武剑呢 意在佩公 就是想把他弟弟抓起来 以此来威胁 以此来要挟贺卫方 让他听话 让他不再跟党国作对 这是我们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 在这个时候啊 如果不反抗 那就被他们抓的牢牢的 最后啊全部变成他们的奴隶 或者是全部被他们消灭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定要站出来 普通的老百姓那些啊 从事在民间从事组织工作 从事抗议行动的这批人啊 大家现在暂时不要站到言论自由的第一线 行动派不要啊 在言论上面呢说太多 如果是两方面都做的话 风险相当的大 但是呢 自由派知识分子 大家是以言论来捍卫这个社会的 我们的职责就是发表言论 让正义的声音 让更多的人听得见 在这个时候一定不能缺席 向习近平当局说不 向习近平当局斗行逆施说不 好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